不确定的因素已经搞定了 接下来便是上课的时间 尽管你们贾家犯下了天大罪过 可上天有好生之德 谁也不能抹去别人改正错误 重新做人的机会 现在这个机会来了 大人 刚刚是小的狗眼看人低 请大人明示 第一 你们贾家需要放弃悬浮山芋镇首使的身份 并且将悬浮山芋赔偿给我 这完全没问题 我立刻发布告示 宣布这悬浮山芋之主就是你 世界之心呢 悬浮山芋的世界之心 明显被凝聚出来了 应该在你身上吧 你既然答应交出悬浮山芋 此物不该主动上交吗 这位大人哪里的话 我正要主动上交呢 哪里吧你 什么 居然没用一丝灵气 徒手就拿起了世界之心 这怎么可能 直接用手拿 那可是要直接承受 整个悬浮山芋的重压呀 别说还挺好看的 现在世界之心也在我手里 如此一来 悬浮山芋就是我得了吧 没错 而且掌控世界之心之后 可以将皆与世界定为领域之地 在领域之地修行速度将会得到提升 并且能借助世界之力加持生灵 听着很不错的样子 改天试试吧 第一个要求 你完成得很好 让我看到你改过自新的决心 那么继续第二个吧 前线允颜虚空战场 战况十分的艰难 正是需要援军 所以让你们上战场 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天助我也 等我到了允颜虚空战场 直接投靠武林军之后 命不就保住了吗 然后在武林军一步步往上爬 登上高位 大人请放心 去了允颜虚空战场之后 我们定然会奋力厮杀 改过自新 不会辜负您的教导 瞧见没有 这个世上就没有纯粹的恶人 只要有耐心 只要有爱心 大奸大恶之徒 也能够被你感动 大人牛逼克拉斯 不过 你们虽然答应了 但这不算数 什么意思 答应了还不能算数 尽管你们是答应前去参战 可是我怎么能确保 你们到了战场之上后 不是去跟武林军继续勾结呢 所以我这想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你们用这把刀自裁吧 这样你们的鲜血 就会沾染这把刀上 而我到时候派个人 用这个刀去战场厮杀 就等同于你们跟敌军厮杀 这不就等同于你们在赎罪了吗 你们还不用辛苦赶路 怎么样 我是不是很贴心 您 您这是在开玩笑吗 我这么帅气 正经 严肃且正义的一个人 你觉得我会开玩笑吗 可恶 不要欺人太甚 别以为有实力 就能为所欲为 不好意思 有实力就是可以为所欲为 怎么你不服气吗 哦 对了 自裁之前你得告诉我 贾家的宝库密藏在什么地方 毕竟我大老远的过来 给你们上课 这路费 保护费 学费等等费用 还是需要缴纳的 欺人太甚 小子 今日我就让你看看 玉碎镇的另一种用法 这是武林军那边 交给我的特殊用法 举足陷阱 成我一人 真是够无耻的 他竟然是亲手将自己一租都给灭了 杰杰杰 这个力量 真是令人沉醉啊 现在 一切都结束了 卧槽 臭不要脸的居然开溜 刚才来的时候 让你布置的阵法启动了吗 早就启动了 他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那放他出来吧 怎么回事 我不是破开 际遇屏障逃走了吗 大 大人 求求你 饶我一命 我什么都告诉你 我什么都说 好了 大人 我什么都招了 现在可以放过我了吧 我当然是愿意原谅你 但是 我可没办法代替那些 战死在虚空战场的英勇 只被原谅你 走吧 就人拿学费了 这位兄弟 你莫不就是刚才外面那位阎罗大天尊随风 不知道是否可以 且慢叫兄弟 此情此景 为何如此熟悉 你叫什么名字 该不会性子吧 他为什么要询问我是否性子 难道是雪佳派来捉拿我的 这位兄弟 我并非性子 我叫周神通 哈哈 周神通 这名字好 这名字真不错 我现在就救你下来 本宫 救命之恩不敢忘 不知道如何报答你 不如我 哎 不要这样 我言罗大天尊随风做好事 向来是不图回报 你既已脱困 那就赶紧离去吧 多谢兄弟 那在下告辞了 无焉 夫君 你终于回来了 我刚还在和弟娘商量 如何去救你呢 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是一个叫阎罗大天尊 随风的兄弟救了我 不过这悬浮山芋不能久留 咱们快些走 去圣摩玉 大人 接下来该怎么办 我有个想法 我想把圣摩玉搬过来 跟悬浮山芋拼在一起的话 怎么样 大人 这种事情可不能够随便胡来 这若是一个不小心 两个介遇世界炸了怎么办 应该不会炸吧 这样咱们先跟花财头去一趟摆花玉 先帮他解决一下他们的危机 搞定之后将摆花玉搬过来 先跟悬浮山芋拼一拼 打杯啊 一切都没问题了 咱们再去搬圣摩玉